好 凤飞飞呢 促是当然在演艺圈的许多好友非常的不舍 尤其是张秀卿之前也常常模仿凤飞飞的一个演出 她刚刚也最新的来做出自己的一个说明 我们来听看看她的最新说法 你让我在演艺圈呢 有了希望 在我最失落的时候 你给我的一句的鼓励的话 我一直到现在还是念念不忘 这句话一直激励着我 往前冲 对 让我在每次受到挫折的时候 我就想到凤姐给我的那一句鼓励的话 也就是 好 其实呢我们来看到凤飞飞60岁的人生就这样羡慕了 好 带你来关心 其实呢她过去啊 这个1953年出生 而现在呢这个2012年辞世啊 她的本名是林丘兰 别名呢是林倩 大家知道啊 大家常叫她帽子歌后 或是凤姐 这是她的外号 而她是桃园县大西人 丈夫呢赵洪琪因为过去啊 这个肺腺癌 这个离开人世啊 这个是当年2009年的时候过世的70岁 而这个儿女呢 目前呢 这个部分呢是有一位儿子 好 这个当然演艺圈呢 现在很多人都纷纷的表达不舍之意啊 像是艺人余天呢 刚刚就不舍落泪了 来听看看她最新的说法 我希望 因为她在台湾 她的凤鸣有很多 一定有很多凤鸣不舍她 不要说凤鸣 我们演艺圈也不舍 因为她的人员太好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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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现在脑海 你现在想不到什么 会有去那一段 就是大家一起打拼的岁月 对啊 啊 让我们拥有概念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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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